当前,养老、教育、医疗健康等领域的刚性需求呈爆发式增长,有望成为我国拉多内需的三驾马车。 业内人士建议,适时出台激励政策,增加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供给,做长座系相关产业链,养老产业迎来井喷前夜北京朝阳区的李玉霞,最近忙着给父亲找家公立养老院,然而一个月下来还没有结果,有家养老院排队老人甚至高达数百位。 记者在一线城市了解到,养老院一床难求现象较为普遍,井喷的需求和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,大问题背后是大机遇,只要措施得当,养老会较快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。 中国老名产业协会副会长张凯蒂表示,作为在养老行业打拼十余年的先行者,湖南华人照护公司CEO龙潘认为,养老产业很有可能成为房地产之后。 下一个产业复况,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,2017年底,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.41亿人,占总人口17.3%,预计到2050年前后,我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4.87亿,占总人口的34.9%。 多名业内人士表示,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,一对夫妻照顾4-6个老人不堪重负,尤其是我国城乡失能,办失能老年人口占高达4000余万,家庭难以照护。 快乐老人报社长赵宝泉认为,正在步入老龄化的首批城市,中产消费能力较为坚挺,消费意愿较强烈,渴望享受到专业养老服务,一大批嗅觉灵敏的产业巨头,已经小然布局养老产业。 日本最大养老服务企业日益学馆,法国的养老巨额,欧宝廷等知名国际养老企业,均在我国投巨资建养老院,泰康人寿,中国人寿等保险公司,已有多家养老社区进入到运营阶段。 万科、华润、恒大一批地产商大推养老地产项目,虽然有的项目处于亏损状态,但这似乎丝毫没有动摇地产巨头们做养老的决心。 不过,要想加速井喷,我国养老产业仍需突破系列瓶颈,比如产业发展仍相对粗放,存在养老床位和从业人员缺口较大,不少养老机构设施和服务水平有限,老人的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等问题。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副教授谢雄认为,必须紧密结合我国老年群体的现状,从政策支持居家养老,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,规范养老服务标准等方面多挫并局,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需求,才能促进整个产业的健康和加快发展。 教育培训市场芳心为爱,在2017年的资本市场上,中国教育板块独树一帜,吸引了近130亿美元的投资,较上年增长近一倍。 这是中国教育行业,首次实现年度百亿美元引资,民众教育需求旺盛,社会资本看好教育市场的前景,资本才会加速流入。 肖香大同教育集团董事长刘良春说,近期,尽管全国已有20余个省份启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,但高压之下,校外培训并未降温。 在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长沙等城市,单人年培训费用最高超10万元,大量品牌培训机构仍大受追捧,甚至一些小作坊式培训班也人买为患。 随着80后、90后为人父母,他们对教育更加重视,早教又教,素质教育市场迎来井喷石发展。 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人大关,语言培训行业持续升温,能力危机下,围绕成年人在教育的各种培训班如火如荼,甚至连部分老年大学也出现了一票难求。 有的不得不采取了预报名家肴号的报名形式,中国经济警戏监测中心发布的居民储蓄消费意愿调查结果表明,近年来,我国城市家庭消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就是教育支出,其年均增速为20%左右。 不过,我国培训行业鱼龙混杂,大市场、小作坊现象非常突出,多名业内人士指出,国家要在维护教育公平的前提下,继续加大教育投入,加大对社会力量办学的支持力度,要进一步规范行业标准,承挚违规现象,引导群众合理消费,降低非理性的教育支出, 推动整个行业健康发展,健康领域需求加速上升去美国治疗癌症,去英国做心脏手术,到德国看股科,去日本体检,去韩国美容,赴国外寻求高质量健康服务,成为越来越多中高等收入群体的选择。 知言数据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,我国海外就医患者数量,近年来呈爆发式增长,海外医疗中介服务市场规模2012年为2.1亿元,到2016年时翻了11倍,达到23.5亿元,数十亿元市场需求外流。 实在是可惜,华大基因湖南分公司总经理曹泽民表示,据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,健康服务产业规模,要在2030年达到16万亿元。 而据有关市场机构调查,2017年中国健康服务产业规模,为4.9万亿元,两者之间差距很大,可以预见,随着居民收入增加,消费结构升级,老龄化及成镇化加速,医保体系进一步健全,健康服务产业将进入高速增长阶段。 对于各路资本来说,健康服务产业,已经成为竞相追逐的蓝海、三包集团等服务业企业,纷纷加大投资力度,与国际知名医疗机构合作布局健康产业,腾讯、百度、阿力军开发多个产品系统,进入医疗AI领域,恒大、万达、绿城等地产巨头,也斥巨资进入健康产业,甚至连携程、途牛网等, 以旅游为主业的互联网企业,也开出多款国内或海外就医产品,希望从这个行业里分一杯羹,不过,我国健康服务产业,仍有系列问题需要解决,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相对薄弱,看病难问题仍然突出等等。 业内人士建议,要通过政府的科学规划和引导,合理配置资源,加大和优化供给,建立多元化、多层次的现代化医疗保障体系,老百姓,你死定了,糙他妈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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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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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